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的視頻 我是李國慶 為選票報復中國,特朗普可以多準? 今天的題目還非常重要 等一會再跟大家慢慢細講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大跌了1029點 收報23613點 注意,成交活躍 今天接近118億,有1096億 上個星期,尾聲時只有三日市 星期三、星期二的八百多億 今天一大跌,去到接近111億 當然,大跌的原因和成交大的原因 都是因為特朗普又再發瘋 特朗普這次可以去到很盡 為甚麼?就是他為了選票 為了選票 就算是名屈,都要屈中國 其實美國是否真的有證據 證明新冠肺炎是由武漢實驗室洩漏出來 都不知道 特朗普就說他有證據 美國國務卿 好像一個外交部長那樣 這個蓬佩奧 就大大聲地說 有很多證據 證明新冠肺炎是由武漢實驗室洩漏出來的 或者是做出來的 無論如何都好 總之就是中國搞出這次的重大災難事件 除了美國現在有不滿 說要向中國索償也好 報復也好 其實世界還有很多地方都有提出要查這件事情 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固然 其二 就是中美再起這個紛爭的話 恐慌今次就是貿戰2.0 甚至乎可能廢除了1.0 即貿易協議都未停 就算貿易協議繼續存在 但是美國會有一個藉口向中國施加壓力 這件事真是可大可小 首先說回今天的題目 一開始的三個字就是為選票 所以報復中國 搞清楚海外很多索償或甚麼都好 他們有自己的想法 有些就是為了出口氣 有些是為了金錢利益 但是特朗普最重要的利益是甚麼 去到2020年 今天5月4日 5月份 11月大選 只剩下幾個月時間 只剩下6個月時間 半年時間 這半年最重要的東西 現在是甚麼 不是現在是重啟經濟 其實因為經濟都已經瘋了 原本他是想著靠打經濟牌 可以連任 因為今年 原本2月 以前 1月底的時候 美國經濟很好 長期繁榮 即是其實在2009年 量寬之後一直都繁榮 特朗普所做的頭三年 都是一直繁榮 美股一直不斷上升 他一直都說 美股升是他的公積 他亦都以這個美股上升 作為他的 即是告訴別人 我做得多好 多好 的一個成績表 但結果 美股出現 史上最快速的跌幅 即是急跌超過一萬點 去到3月份的時候 瘋了 雖然現在可以 想說重啟經濟也好 甚麼都好 但其實很難回到 以前那段 即是年初輝煌的經濟狀況 所以知道 過去六個星期 美國損失的職位 是超過三千萬個職位 這個就是 在一周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連續六個星期加起來的數字 已經超過三千萬了 已經是多過 金融海嘯以來 即是2009年 開始量寬以來 那十一年裡面 所創造的職位 已經突出了 根本上經濟可以說是急凍的 怎樣急凍 第一季的GDP跌得很少 最主要是第二季的GDP會急凍 如果跌35%叫少 一般股是跌四成 跌四成 你想想 GDP會很差 好了 這麼差的情況下 怎樣 將會這些數據 快要公佈出來 一定要找個人賴才行 是不是 那又怎樣 當然是中國 退到中國那裏 那些選民就瘦了 是吧 然後他就為選民出頭 是吧 就說要報復中國 這樣就爭取選票 就算是名屈 都要屈 美國屈人不是第一次的 小布殊的時候 打第二次伊拉克戰爭 第一次就是他爸爸 老布殊 老布殊那次 很快地打完之後 很快也切兵 很快結束了那件事情 但是小布殊 明是屈 當日他就說 伊拉克有很多大殺傷力武器 他說 證據確鑿 他們的情報收回來 是有很多的 雖然聯合國 其實之前已經派代表去 查完一大輪都說沒有 但他說不是 他只收起來 在什麼皇宮那裏 在什麼那裏 就收起來 連英國那時首相貝利亞 都信了美國的情報 所以一起派兵去打伊拉克 那次真是入侵 入侵伊拉克 推翻了薩達姆的政權 接著翻天覆地 守 守不住大殺傷力武器 不過守不住又如何 他都已經打贏了場仗 推翻了薩達姆 屈都屈完了 好了 這次是否屈 現在當然這一刻 大家都不知道 不過你以前也試過是這樣的 現在他說 叫他拿出證據 他說他有 不過沒有不讓你看 你租出他不像 所以他就可以很大條道理地說 我要懲罰中國 首先中國 他說一定要按這個貿易協議 買我們的產品 如果你不買的話 我又要懲罰 如果真的發現到這個證據 他說他有很多 就要什麼 懲罰中國 報罰中國 他說加關稅是最後的 當然之前可能還有很多手段 就是一個月 就是中美之間的關係 就會又再一次跌落 還有一個冰點 本來今年初 簽完中美貿易協議之後 中國也願意買多些美國的產品 大家想著有一年時間 就可以雙方暫時 平息這個紛爭 是暫時的 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11月大選之後 美國隨時又再了過中國 但起碼有一年半載的平靜期 誰知道一年半載都不夠 現在過了幾個月之後 美國又發爛爛了 又再來了 又說中國怎樣怎樣 好了 中國現在都還沒有回應 雖然外交部經常都說不是 我們不是不是 說了很多次 但是最高層 就還沒有這個反應 那之後會不會有回應 大家要留意 但是有回應也好 你也知道 這次特朗普壓了選舉工程的選票 在這件事上高 所以斷股 就算中國說什麼都好 美國都會向中國施壓 因為它要令選民happy 即是要投票 在這個情況下 所以短期中期恐慌港股會受很大壓力 為什麼港股受壓 第一 美股都會有一點點壓力 上星期五都跌過 不過美國量寬 當然是買自己的股票 所以美股的壓力較小 事實上過去幾年 打了兩年貿易戰 美股那時都不斷創新高 港股就不斷反覆回落 所以美股就不會有這麼大事情 不會這麼大壓力 A股 A股也有內地國家隊托著 雖然這次可能都很大壓力 因為經濟問題 但是可能 至少在開頭那段 就會比港股小一點 但是港股就一定會承受很大壓力 因為很多外資在 中美紛爭 外資怎會持有中資股呢 這個市場那麼難玩 全世界那麼多市場的錢走到其他地方玩 他不理究竟是否真的 是否要撿平貨 不知道 因為如果真的 美國要搞中國的市場 可以跌得很慘 所以撿平貨這些東西 都可能不會馬上撿 是不是 那港股怎樣呢 中期來看 短期今天已經跌了一千點 跌完後 我覺得都還沒有 中期來看 今年三月的低位 恆新指數是21139 有機會被跌穿 可能跌穿兩萬 中期 好一點 稍為跌穿兩萬 不好的 可能五萬八都跌穿 因為 你真不知道特朗普會玩到多盡 我覺得今次去為選票要想贏 一定會玩得很盡 所以 它會搞到中美的關係很差 港股會受很大壓力 這就是今天 估計這件事 看兩萬或以下 會跌穿三月的態度 當然是中期 會不會改變到這個看法 會 如果有些東西轉好的 例如中美 習特之間又開會 大家握手言和 又有甜口 沒有事 當然 或者中國提出很大的 本身有一些很大的 制定計劃 放水 那些全部都可以改變 這個走勢 但是現在沒有 純粹 如果純粹在中美關係 這件事來看 港股會受很大壓力 好了 先看恆新指數這幅走勢圖 今天一下子跌下來 已經上升的時候 斜軌跌穿了 大列口下跌 現在你看到這條軌 即是24,000 或者24,000高一點 很大的阻力 事實上 今天最高位 大概是23,897 即23,900 恆新指數來計 都已經是一個阻力 你當它24,000 反彈來說 都很大阻力 如果有反彈 我建議大家減持 另外要注意 4月22日這個低位 23,483點 23,483點 是很容易被跌穿 一旦跌穿的話 可能又是高低頂 或者是雙頂形態出現 可能會怕它反覆回落 今天短線已經轉了紅燈 中線 還可以再多看一天 看看會不會跌穿 4月22日低位 如果跌穿的話 中線持倉 都要減持 今天 應該已經減持短線持倉 甚至乎轉了體淡 因為這裡這麼重大的裂口 萬一再跌的話 記得再減持 國企指數的情況 類似是這樣的 這裡有一個龐大的下跌裂口 估計這個下跌裂口 上高這裡的斜軌 有反彈也好 這條斜軌會是一個重大阻力 今天各指最高位9716 大概9,800左右會很大阻力 亦都怕它會跌穿 4月22日低位 這個低位是9516 大概9,500區 現在短線已經轉了紅燈 萬一如果9,500區跌穿了 中線也有機會轉紅燈 同樣亦都怕它會破底而落 3月19日低位是8290 大概8,300左右 有機會跌穿 恆新指數剛才說過 那個低位是21139 有機會跌穿 我恐慌它連兩萬都會跌穿 因為如果特朗普去到盡的話 真是踩中 這次很大幅的抹面的話 是為選票 它很可能是不理會這麼多的 那會不會美股都受到影響 大家看到 都會有影響 不過美股 老實說 其實美國經濟 剛才說過 將會面對很大的壓力 在這裡 根本會面對壓力的時候 會跌的時候 其實它 有些人會說 它為了經濟 所以就不會 跟中國太大的分歧 不是的 它會將這個一路下跌的責任 一直下跌的時候 都說美國經濟不好 就說因為中國 因為中國 這樣它才可以 射了個鑊 射了個鑊給中國 所以 美股不是沒有機會破底的 這個 3月的低位 18213這個低位 不是沒有機會跌破的 是有機會的 雖然在量寬之下 美股應該的走勢會較中國 或者香港股票會好一點 但是大家 不要太樂觀 因為現在中美 有機會默免 它為了選票 也為了卸卸美國經濟 將會見出一個 可能是1923年 那些大蕭條以來最差的經濟狀況 這次一定要找人來背鑊 是吧 將這個鑊對給中國 大家要小心 好了 總榜股方面 騰訊 一定要看著 因為這隻最重榜了 今天跌成4% 險搜400元 收益400元 記住 它在雙頂項線 396元 有機會被跌穿 一旦跌穿 中線可能要減遲 當然 騰訊仍然還未失去 但是要小心 阿里巴巴相對弱很多 今天大列口下跌 一早跌穿了這些重要位置 走勢上的弱 哪怕有反彈一點 我覺得這個下跌裂口 頂部 大概197.9元 你當它198元 這些比較大阻力 如果你是持有的 很可能要後退位 要減遲 寧願後低才再考慮 買不買得回 今天受到壓力的 就是幾隻石油股 石油股方面 中、海油今天跌7% 這隻叫跌得少 另外兩隻跌8% 走勢比較淡 所以總結而言 今天講得比較長 短線來看 港股已經轉弱了 中線 有機會跌穿頸線的話 連中線都會轉弱 我是很擔心 今次中美貿易戰 特朗普去得很盡 會將港股 跌破3月19日的低位21139 潮絕2萬之下 盡發 如果最差的情況 萬8000都可能會跌穿 希望不太差 大家做好這個準備 為免自己的損失 所以大家要小心 這一波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